可以说 现如今的科技技术是日新月异 当前无论怎样发展 最终的方向都将是实现人工智能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将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各个国家也都在大力发展 最近美国总统就紧急签署了一项命令 据了解 在美国当地时间2月11号 美国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其内容可以看到 美国在未来将把人工智能的发展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以此来推进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因为中国已经成为除了美国之外 唯一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竞争力的国家 可以说这项命令的存在完全就是因为中国的存在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呢 通俗点说 就是通过学习 让机器能够完成一些平时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 实际上 人工智能是一项十分广泛的科学应用 由多个领域相互组成 这其中就包括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等 除了未来在生活当中应用广泛 人工智能技术 未来在军事领域的作用 已将十分巨大 事实上 中国自2017年开始就逐渐将人工智能技术领域 列为了当初发展的重点 而此次美国签署新的命令 就是为了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地位 中国在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不得不让美国人担心 据相关媒体表示 预计在2030年 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力量 未来很可能是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进步十分巨大 据了解 在斯坦福文达数据当中 阿里巴巴和微软就已经并列榜首 要知道在八年前 中国最好的也只排在了第十一位 可想而知 中国具备着巨大的潜力 这是美国所不具有的 虽然现在美国处于领先地位 对于中国来说也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 日本人还表示 中国当前让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员 同孩子们进行交流 并定期举行儿童特训营 从今年开始 还开设了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 中国的如此举动 让不少日本学者举起了大拇指 可以说 未来中国赢在了起跑线上